平东科技大学的王毅泽带来歌曲是蔡依林的Mr.Q 下一次这个礼拜天的比赛呢 我要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东西 还蛮新鲜的因为我选了蔡依林的Mr.Q 然后因为他的节奏还蛮重 然后还蛮快的 希望我可以把它练得很好 那他的努力也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希望我也可以跟他有一样亮眼的表现 这几个星期相信大家听见了王毅泽深厚的实力与高超的唱功 但是他又唱又跳的表演可是第一次呈现在您的眼前哦 不要紧 不要紧哦 虽然忘记舞步 但是最近频频获得评审赞赏的王毅泽 会不会再次精湛的演出 完成节奏快速蔡依林的Mr.Q 挤进前五强呢 希望大家的歌曲都是快歌 而且会带动作然后又唱歌 希望我可以有好的表现 然后 有点后悔我根本选了这支这么难跳的歌 可是呢我会尽力 因为还蛮好玩的老师人很好 所以希望我可以会得有好的表现咯 谢谢 谢谢 啊啊 你是 那天你终结了一次数 突一否 你的眼前终有哀慕 欲情辛苦又要帥苦又要埋步 那么恨不让爱快一点轻敲而出 以我风斗转苦目醒目 Hey you Mr.Q 爱你耍Q的指数 电流声哭哭 好像中立加速度 你耳上有无辜 与伤俱来的功夫 你耳上快一点轻敲也许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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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So cute just because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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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you Mr.Q 爱你耍Q的指数 电流声哭哭好像中立加速度 你耳上有无辜 与伤俱来的功夫 加快一点轻敲也许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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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Hello 一泽 选了蔡依林的歌曲 她的舞蹈动作真的很难对不对 但你觉得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她很妩媚的眼神跟肢体 哦 她的那个神情对不对 你觉得你后来有抓到那个份儿吗 有 我刚刚抓着老师狂练习 好 我们来看看三个评审老师给你的建议 好吗 好来 我们来请教书静老师 好 一泽 你是唯一的女生 所以其实你必须要自己 创造自己在这个比赛里面的一个风格 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 那今天的表演来讲的话 我 我觉得还是在相当好的水准的状况 但是还是听得出 因为动作的关系去影响到唱的部分 特别是进副歌之前 就是前面AB part那个地方 在节奏上是有脱节的 走到那个副歌之前就有脱节的状况 这个比较明显 但进到副歌之后掌握的还不错 那整体来讲的话 以你想要表现的魅 我认为你的动作有80分 但是你的表情只有60分 表情还不够魅 所以这是一个你跳过之后 就知道这件事有多困难 不是自己想到就做得到的 好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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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教小波老师 我觉得今天整场的比赛呢 对这样选择这种竞赛的方式 我觉得必须要讲 先讲的是制作单位 这个包装上面的帮助 其实再多加一个东西会更精彩 就是像那种live band 又要唱快歌又要有肢体的话 再加上有和声 哇 完美 很饱满 但是很可惜 今天要看你们自己的实力 但是我觉得今天一辙很奇怪 你唱这首歌 为什么不像其他选手戴耳麦呢 你知道哪首麦最影响唱这样的歌了 在极速狂野中的表情 还要力求声音的柔软度 你知道吗 就像我现在讲话 如果不对着麦克风 我一直摇头晃脑的 那种整个呈现就会变零零散散的 这是很可惜的 但是我仔细一听 当然不失你自己的唱功了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包装 包括我们的制作单位 给予你们的选手 应该有的配备 下一次我们一定要改进 谢谢 谢谢小波老师 请教小松老师 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一则似乎是 只能好好静静的唱慢歌 这个舞蹈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要突破 不仅如此 今天手上的麦克风 用这样的一个工具被你自如的去使用 也没有完全掌握得非常好 如果耳麦挂上去 让你动作做不完全 都要怪自己做不好 但是手麦在你手上是你要控制的 可是可以感受到你在表演的时候 麦克风似乎你已经忘了它是最重要的工具 造成那个声音是忽大忽小 然后唱歌听不清楚 这是你今天在工具上使用 是影响到你肢体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 谢谢